大家好 我是丁超 这几天我都一直在跟各位解释一个叫做贾除席 贾除席 当然现在目前 我记得昨天应该是郑教授 有出来说明什么叫贾除席 你要懂如果说像去年或是前年 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去年 去年它没有这么多股票 去年它只有配息 只有配多少 配鸭蛋 一毛都没有配 它配息是在十几年前以前 1.25 那后来是长龙 去年配息也不过才2.5 2.487就是大概2.5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低殖利率的个股 非常低的 那例如说台积电它有没有贾除席问题 完全没有 因为台积电它配那个两三块 对它五六百块的股票价格 那个殖利率才一丁点 而且它一年还分了四次在配息 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联发科就有这个 联发科就有贾除席问题 因为联发科它是73块 那去年只有37块比较没有 联发科是不是每一年都配息给你 那为什么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贾除席 我在这边 其实我节目中不要再讲了 因为这个讲了六六等 讲很久 我这边都有写 你自己就是 看昨天跟前天的 我都有讲到贾除席 贾除席它会造成 信用交易户的维持率降低 迅速降低 例如说像杨明 明天礼拜一除息 那你要往前推六天 一二三四五六 从这天开始假除息开始 直接扣二十块 就是你跟证件公司借钱 你本来的维持率还算可以接受 一百三十以上 因为要算整个维持率不是只有单一个股 但是如果你买的股票都是高 高股息的股票 高值利率的股票 那这样子就很快 那它要重新算它的维持率 只要低于百分之一百三十 营业会要求你补钱 那如果你没有补到维持率以上 没有补足 它就帮你卖掉了 例如说长龙 长龙是下礼拜三除息 那你下礼拜三除息 你要算往前推六天 那就是比杨明慢了两天 也是有假除息的问题 那他为什么还没有公布除息 为什么也会跌 因为他扩大白做费 同样的股票 那三个都做费 那不用研究 那为什么我在六月二十二号 今天是二十四号 我在这一天 接下来 我就讲重点了 一直到六月二十二号 就是礼拜三的收盘后 你要记住我讲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要长期投资 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种股票要长期投资 我绝对不讲这个话 因为我是技术派 我最不相信基本面 基本面我们懂 那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很简单 可是我在六月二十二号 说了什么 我说 如果今天长龙阳明 以阳明为例 因为阳明除息比较早 如果今天的阳明的价钱 现在目前的位置是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位置 不管是137.5毛也好 130也好 120几也好 假设在这里 假设在这里 然后要准备要除息了 那我基本上 我不会建议领参加除息 我不会建议 这个是有连贯的 你不要以为 我都不建议长期投资股票的 股票是有风险的 我没有在跟你讲 基本面很好的 基本面最好的公司 就是这一档 跌了七成了 跌了七成了 最好的公司 赚30块 EPS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是说 如果这一档股票 现在的位置 它不是在这里 大盘 而且还要考虑到大盘 如果大盘的位置 不是在这里 因为不是这里 是这里 这段时间两三个礼拜 都是跌了 跌了三个礼拜下来了 因为大盘的位置在这里 如果大盘的位置是在这里 或者是 阳明的位置是在这里 那我基本上 我不会建议你参加除息 因为除息对你没有好处 很多的是 我也不好意思说他们是笨蛋 其实跟笨蛋就很像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 真的是有过 有过不读书就是不读书 骂你笨蛋 我有时候还被你骂 说我为什么还骂人家笨蛋 其实跟笨蛋就差不多 你怎么会说 杨明配20块 然后每一年都配20块 然后五年我就零成本 这个话怎么讲得出来 乱讲 这误导 不读书乱讲话 误导 还有那些网红乱讲话 这什么 参加杨明长龙除息20块 如果100块买的话 那除息18块 我真的听不到 说殖利率就18% 哪有这种 哪有这种的想法 我都想都没给你了解吗 怎么会你敢来股票市场 玩股票怎么一点 一点sense都完全没有 你怎么会说 当然我讲这个只是说 几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我有听到有人在讲这个 那你说这个每一年出息20块 2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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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起来就100块 那我就零成本了 除了到第六年以后 我都 都温贪的 因为我本质就没了 没本质 不管阳明的价格在哪里 我都是赚 这样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认为对的话 那你就是跟笨蛋结败的 我没骗你 我没有骗你了 你就是真的是 完全没有办法 做股票的 因为实在是太过于硬拗 跟意气用事 就是输不起的 这个怎么会对呢 阳明就没有钱 他没有给你钱 这是110年 这是去年做的钱 今年要赔20块 去年赚40几块 赔你20块 可是 这往前推是民国99年 赔你1块2 现金1块2 有除权 这是除权 再往前推 配0.15 这0.15是多少 你了解吗 这不是1块 这是1块5厘 1.5 0.15的意思是 不是1块 是1块5厘 你看他多厘就好了 民国96年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现金 这个是除权 这除权不算 这让股本放大 1块 民国95年 三角 老师朋友 现在是111年 2022年 请问明年配多少 要不要再拗下去 后年配多少 好了 你说老师 今年明年 今年可能阳明赚的钱 不会少于去年 很多人说 7年赚48块7毛3 所以今年会赚 乘以4 60块70块 我听你在放屁 你有什么证明 这个会衰退的 这下半年衰下去 搞不好赚50块 有问题 我不是把它乘以4 今年阳明能不能赚到50块 都还有问题 那明年呢 你认为明年阳明赚多少钱 后年呢 有没有可能变成亏损的公司 有 阳明在2020年以前 现在是2022年 曾经10年当中亏了8年 你以为这种公司会每年都赚钱 太白目了吧 所以会不会每一年都赚20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保证不可能 那净值 你说它净值这么高 节节上升 每一季每一季都加进去 这是中了钱把它加进去才有净值 就是股东潜意 我今天在贴德国人有讲 净值是84.17 那第二季会再加上去 大概会快到100 那净值80几 下一季可能就到100 那我们除息20块 那这个股票价格 就变成98.3减20块 变成70几块了 那净值就少于净值了 那不是更便宜了吗 我听你在放屁 不读书 我这边都要讲 净值就是股东潜意 股东潜意里面包含了资本攻击跟保留盈利 我基本没有很强的 你这个看不懂我都看得懂的 这种东西还是 这个还是简单的 这是简单的 简单的技术 简单的财务报表 更复杂的我们也懂 这里面有个保留盈利 你只要除息20块 下个礼拜一以后 扬明的净值就降20块 你会败买 你会知道吗 为什么我常讲说除息有什么好处 除息没有好处 除息就是你左口袋的钱拿到右口袋 你怎么会有好处呢 你说扬明现在98块3 算100块好了 比较好算 那你100块放在你的左口袋 你把它换成零钱 把它拿20块到右口袋 那左口袋变80块 你有贪吗 你是贪吗 你要这个左口袋这个80块 要变成100块才要赚这20块 那如果这个80块 没有到100块变成60块 你还要再亏20块 除息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啊 怎么会有好处呢 一样呢 不好不坏 那为什么要除息 你说这个股票 这里除息 6月9号133 6月10号除息13块 高值利率吧 是不是高值利率 10%而已 除息参考价就是减13块 从这里开始 没时间起过 一直到今天 才涨 这支股票 6月7号104块半 6月8号除息5.5 就是这一天除息 除息参考价99 不处起过 你有看到吗 今天除息的股票 高值利率嘛 值利率高没有用啦 8块 哇值利率很高耶 8块耶 高值利率嘛 懂 了解 今年是大空投市场 不是去年跟前年 前年的股票 除息会赚 是因为大环境之多头 就说没有除息的股票 它一样会涨 不是除息才会涨 是没有除息 它也会涨 因为是大多头的乱涨 今天是空投市场 空投市场 你要参加除息 你要考虑清楚 老师阿那是不是 常常姚明要除息才跌 不是 就算他们没有要 在下礼拜一礼拜三除息 他们也是会跌 为什么 你从这段股票就知道了 为什么会跌 因为这个在跌 这个在跌 大盘在跌 能够逆势抗跌的股票不多 那你说还是有股票涨停板 当然有 因为主力股 主力股 它为不贪钱的股票 它也是加上乘 你看最近不是都是涨 比如说今天涨 这个风电的 节能的 缺电的 不是吗 这都提材 这跟获利没有关系 不是最近不是也找一些生计股吗 生计股 这股票其实就是炒作的 不过这以前是怎么起起来 这都这样炒起来就落下来 不过以前的腾带是怎么 你这边不是买了好几箱的口罩 口罩用到现在还没用完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 那种股票 我们比较不好分析 是因为它就是用人气 用炒作的 你看现在今天的元宇宙 也是涨停板 那你我不能 我也不想去批评 就是表示说 它是市场里面有钱砸进去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玩而已 一直讲那个什么 EPS 获利多少有什么用 涨停板的股票需要获利吗 不一定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不想 追求梦想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 今天大盘曾经涨200多点 后来并没有涨这么多 当然就是压这个台积电 开高走低 压这个联发科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压这个 因为压这个刚才压这个是很补的 因为压这个下来指数就会掉下来 就不会涨这么多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我在Telecom 我讲得很清楚 那这些股票的问题不大 为什么 我说 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这个 我今天不是有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 我在这里 把这一档股票卖掉171 赚了10% 把它转到这里 然后我在这边停损192 赔了7% 6月15号 后来我把它转到这里 我就是看美国会反弹 对不对 涨在这里 就572这一天 那今天到这里来 618 这边是不是又赚了7% 那事实上这个有没有涨 有没有上来 有啊 有没有打底 有这个有啊 这个礼拜都在打底 这一块对 所以我的判断不完全 不是说完全错误 我说我们把它 我们就是看好美国会反弹 那美国反弹以后只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礼拜比较奇怪 因为有假除息的问题 所以市场很混乱 所以才会造成台积电也要跌 跌破500块 联发科除息也要跌 联电除息也跌 对不对 这礼拜嘛 像这个除息也跌 它除息也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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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除息通通都跌 通通都跌 所以这个礼拜 下礼拜这个除息也会跌 我可不这样认为 因为它不是他 不是在这边除息 这里除息 所以你不要复制 你认为说 台华跟慧阳除息 没有就不会涨 不是这样 那是因为它那时候基期比较高 他们在除息的时候 基期都比较高 在这里除息 对不对 我用行业股来讲 当然你说其他股票 有的除息它也没有跌 这个是除息也是涨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除息 这个也有涨 这个除息也有涨 对不对 因为讲了这样就太复杂 我只是告诉你 杨明 杨明 我今天最主要重点 是要跟你讲杨明跟常文 那你现在知道说 杨明下礼拜一除息 净值会降20块 所以你不要再一直讲 什么股票低于净值 你会被笑的 表示你没有读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假除息已经结束 对于常文杨明来讲 而且我也跟你讲 0056的调整 到昨天结束 我在Telecom都有讲过 你要读书 买 都买很多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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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信沒有看壞姚明 也沒有看壞長榮 都沒有 他們只是平常心 昨天調整結束以後 你看這個股票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因為它在調整 它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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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賣給誰 賣給他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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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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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那当他育民跟这个长龙 昨天调整结束以后 他就会开始买长龙了 所以头信你发现 头信今天买的长龙 他不是乱做 他是真的是这样做 那阳明会继续买 但是自营商今天也会买长龙阳明万海 尤其是长龙阳明 因为自营商他买来是要礼拜一除息的 那礼拜一为什么要买来 因为他权证的问题 这以后再讲 那自营商礼拜一 就会卖阳明 但是阳明到底会不会涨 对不对 阳明到底会不会涨 这几天假除息之后 长龙阳明万海 这龙子都降了四五万张 甚至六七万张 这个就是要迫使这些散户 没有钱补缴 没有钱补缴的人 离开市场 他必须要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压到那些符合全部都弄干净 当股票没有符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涨停吧 所以阳明涨停的机会有多大 我认为会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礼拜一我讲的是礼拜一 那很多人说那我今天先卖啊 我等到礼拜一再来买 你最好买得到 也许主力它会一架开高让你根本就措手不及 也不一定 如果你认为说我今天先卖 或是昨天先卖 那我礼拜一再来买 你认为说只有你懂的话 那你也太自以为师了 你这样的想法跟那个2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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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100块 想法有什么两样 太浅了 太粗浅了 加入好友Telegram 193108 所以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如果以现在目前假除息之后 跟这个融资的下降 降得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那阳明涨停下礼拜一 除息涨停的机会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